大家好,我是Simon,欢迎收看这一期的4WD Explores 剧探险 本期节目我们会介绍一下双电池系统 双电池系统相当于很多人都是非常感兴趣 之前我们有介绍双电池系统的整个大概的构造 但这次我们就实际来看一下双电池系统 正好Mike做了这方面的改装 所以我们今天请来Mike Hello Mike Hello大家好,好久不见 好的,我们今天就是你来做主角 来介绍一下你的这个车的双电池改装 好吧 好的,没问题 那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你双电池 你装的这个品牌的一些信息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为什么要选择它 首先我的选择这个款电池的品牌叫Custom Lithium 这个品牌是一家总部位于昆士兰州的一个澳洲本土企业 他们的主打的优势就是他们是在澳洲本土制造 然后是本土设计 而且他们是原电池 他们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一块电池都要拿到这个工作台上进行逐一的质量检测 然后同时它还有五年的质保 大家知道其实澳洲的质保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 基本上可以说是只换不修的 所以双电池之所以我一直犹豫把它放到比较后面改装 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是我未来要倚重的很重要的一个改装配件 所以我希望它的质量一定是非常的稳定靠谱 所以现在后面那个冰箱是可以用的 确确实实它是尤其我这次在选择的时候 我又想希望尽量改装是方便轻巧 所以我最后就看了这个对于Yout来讲 就有一个behind seat solution 就是说在做以后的这么一个电池改装的一个选择 那我们就心动不如行动 直接来看一看你这个改装的成品好不好 边看边说 如果大家现在看不到有太多的玄机 那就说明我这个改装是对的 把这个座椅一拉开 这就是我的双电池了 好那这边就是这个电池和我们的电源关键器本身 这么一个整个在后备箱的一个位置 Mike来稍微介绍一下吧 刚刚介绍过Custom Lithium了 然后呢这是他们的一款150安容量的一个电池 比这个更大的还有200安也是完全可以放得下的 然后上面是Redux的这个智能电源管理器 它是负责监控所有的进出的这个电压电流啊这些 然后呢通过这个来计算一个精确的你的电池容量 以及你以你现在的设备的这个取电量 它电池还能使用多久 它是有一套完整的精密的计算的 而且它是可以蓝牙连接到你手机 方便你实时进行监控的 那么这个呢就是连接这个smart这个smart battery monitor 智能电池监控器的这么一个软件 Redux Redvision的系统 那么能看到我这个已经是经过蓝牙连接的了 那mic ranger一点开 然后呢就可以进行program 在这个地方呢你就可以选择你的电池的这个种类 你像我们的这个电池是锂电池 那我选锂电池 那150安就你可以选择你电池的大小 我们是150安的电池容量的电池 然后呢我们的最大的充电的这个电流呢是40安 我们就可以选择40安 然后这还有一个低电的一个警示 那我们是设置的目前25%电池容量低于25%的一个警示 还有一个这个当这个电压 比如说我们设置低于12.5伏就会有一个警示 然后我看这个最漂亮的这一部分啊 它放在这个面板上非常好看 而且整个这个做工看上去非常好啊 它前后每一块都给你装了这个一个保护罩啊 对没有让你裸露在外面 而且它这个是抽的轻轻一抽就下来了 大家抽下来之后就可以看见这个这个头 整个做线还是比较工整的 对 然后把它现在放上去 好 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电池这个罩子做的非常好 而且非常有质感 它们的标志就在这个上面啊 这个是一个150安时的电池是吧 对 是一个150安时的 如果可选的 它小到100安大到200安都有 你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200安呢 我就单纯是觉得以我现在就是短时间内 这个所需要的这个用电的方式 我是不需要不需要用到那么大的 OK 那这个200安的话是不是 这个厚度跟它是差不多的 也是可以放在后面 还是 对 也是完全可以不需要任何的拆卸原有的东西 不需要一位不需要任何的就可以装的 OK 其实这个它这个电池你会发现 我们这个座椅本身它是有一个角度的嘛 所以它其实是完美的隐藏在这个座椅 这个腰部位置的后面的这个位置 它本来就是一个中空的一个空间 所以那个200安也不会比它大太多 如果大家有这个想要 未来比如说使用个咖啡机 或者吹风机 这一类家用220伏的东西 需要上一个变压器的话 那么会大家建议 就是会建议大家选择一个150安往上 其实150安也是够的 但是如果大家想要安全一点 更大的电量 那就200安也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 同时它更吸引我的一个很重要一点 它是一个我们讲叫non-drill solution 就是说它不需要打孔 那就不错 我们现在能看到呢 它这个其实这个电池呢 它是跟着这个这个 它的这个bracket 它的这个架子一起来的 那么这个架子呢 其实大家看我手上拿的这个 这个是原车自带的这个scissor jack 剪刀式的这个前进顶 这个东西呢 原来就是在这个电池底下的 它呢就是一个螺丝套着它 让它坐在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改装呢 就是需要把这个scissor jack拿掉 然后呢用它本身的自带的这个螺丝呢 作为一个底部的固定 把这个电池套进去 然后上面呢 是两颗螺丝固定 一颗是这个跟着这个 我的这个固定 我sciss的这个钩子 然后另一个呢 是这个儿童座椅的这个一个固定点 那这两个东西拿下来 然后把这个电池的这个plate 马上一放 再重新固定回去 非常简单 而且是非常的结实 这个基本上是 我这个装过之后呢 也test过 就不会有任何的移动 上面透露一下这个价格嘛 这个就像我说的 它们呢 主要突出的是一个质保 质量 所以呢 它的价格呢 并不是市场上最便宜的 这套150安的光电池呢 这个150安的电池呢 现在就要在1500澳币以上 然后再加上它的package里面呢 这个shunt啊 BCDC啊 这一套的这个package下来的话 是要2200到2500左右 OK 然后我看你这边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一排小东西啊 它这个是做什么用呢 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东西呢 很有意思 它其实也是一个 可以通过蓝牙远程操控的一个 我们讲叫switch 就是开关的盒 那么它也是直接连接到我的电池的 那么传统的方式呢 可能大家接露营灯啊 或者一些希望这个能够 使用的这些这些器具呢 可能是直接连接电池的 那么现在有了这个蓝牙的电池 这个开关盒呢 我可以把它连接到这个上面 这样的话呢 它有一个蓝牙的app 我完全可以 我在露营的时候 如果我坐得很远 我坐在篝火旁边 我需要远程打开我的露营灯 我就不需要跑过来 再找到一个物理的按钮 去开它了 我就可以再打开我的蓝牙的app 一点 就像我们现在家里面 在用那些智能灯泡是一样的 它这个switch是蓝牙控制的 然后可以远程 开关灯 这个我认为对我来讲 是比较实用的一个功能 所以你现在就是把这个接口 已经流出来了 未来如果你想安装什么的话 直接往上接线就完了 对 下一步呢 我会装一些露营灯 嗯 这些灯就是 是预留在这个位置的 连接到这个位置的 好的明白 行 那我们去看看大致走线 从引擎那边怎么过来 并且到后面连接到冰箱 它是如何使用的 我们来看看整个过程 好 这边呢 就是 大家看到这根线 就是从BCDC到这个主电瓶的一根线 负责给这个负电池 我的第二块电池充电的一个线 这是它的正级 然后包括这边有一个保险丝 嗯 它配备的一个Fuse 嗯 这个这个地方呢 就是可能还要多加一句 嗯 那么整个电池呢 虽然 嗯 大部分的这个 嗯 把它如何摆放 如何安装 如何拧螺丝 这些都是 嗯 我们自己做的 但是呢 最终呢 大概剩30%的这个走线 和油气连接的部分呢 我是选择了在我们 一个local的一个shop Extreme 4x4 这个 他们来帮我做的 嗯 我找他们来做的 原因呢 就是因为 我们即使知道 该如何做 但是我们毕竟不是licensed electrician 啊 我们就是执政的电池 对 所以这个东西呢 它跟我们改装Bullbar啊 什么 装个车顶架 这些东西 还不一样 它是有一定安全隐患的 嗯 你要知道 你的用电量 你该用多粗的线 嗯 你该用什么样 这个 嗯 什么样 新的线 对 这个线的这个锡也不一样 嗯 那铜芯的当然是最好的 嗯 当然有一些比较dogy的tricky的地方啊 它会给你用这种 呃 这个铜 加上一定的铜合金的aluminum的这种 这种线 嗯 这其实都是安全隐患 嗯 很多车内的火灾呢 都是因为 呃 没有相关的足够的经验 然后做了这个不该做的改装 然后导致电线过热 嗯 然后呢 这个引起车内火灾 嗯 所以这个licensed electrician 来给你做 通常像这种改装店 它还有这个insurance 有保险 对你这个相当于两道保险 你自己本身车有一道保险 嗯 那么如果出了任何问题 有双电池造成呢 当然了 希望不要啊 嗯 嗯 所以它其实前面连接非常简单 就是正极连正极 然后负极 是在后面的负极 对 这个应该就是负极 对 然后这个是连正极 然后同时加了一个保险丝 防止它这个 有什么电流过大 它可以自动熔断 对 然后它的走线呢 也比较简单 嗯 传统来讲呢 就是说这个yute啊 皮卡车的走线 有两种方法 嗯 一种是走车内 一种是走车外 嗯 这个走车外的话呢 它就是从前面 这个主电池连接 然后沿着sassi 它把这个线呢 嗯 用了这种 我们讲 就这个叫condu 这个东西 就是塑料管包起来 包起来 嗯 它是沿着sassi 绑在这个汽车的这个 底架 车底架上面 车底架的 车架上面 嗯 一路过来 然后到进入到后车舱 嗯 但是呢 我们是希望 呃 对电池有一个 对电线有一个 更好的保护 嗯 所以我们的选择 是穿过防火墙 嗯 然后呢 走的是原车的这个 线束的位置 嗯 从防火墙穿过来 然后这个呃 呃 原车的线束呢 它其实是走的 是这个 这这块吧 嗯 如果把这个 这个门条 拿起来以后 嗯 然后这个 这个板子之下 就这个位置之下 是它原车所有的线束 从这边 我们的线是从这个 呃 加入到它原车的线束 嗯 然后一路走过来 嗯 走过来走到 后面 嗯 仍然还是在这个底下 嗯 线束 然后走上来 走上来以后 接入到这个BCDC 就是智能充电器 嗯 这个位置 当然充电器 已经是连接过这个电池了 电池了 嗯 这样的话呢 嗯 其实智能充电器呢 就是在主电池和负电池之间 嗯 一个帮助你协调 嗯 什么时候该去充你的电池 嗯 负电池的这么一个 必须的一个东西 嗯 BCDC 嗯 好的 然后接着呢 就是整个用电 就在你的后面 整个这个尾箱里面 啊 电池的部分说完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用电的位置 嗯 用电的位置呢 也很巧妙 我们是从这边引了一根线进来 嗯 然后进入到这个top的位置 接下来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嗯 好 这就是我的取电的位置 哦 这样就来电了啊 来电了 哈哈哈哈 你这个其实非常有意思啊 这个东西其实自己DIY的一个设计在这啊 这个也是得益于现在一个 嗯 算是一个新的产品啊 嗯 嗯 这个是一款这个hardcore这个品牌的 嗯 叫power distribution box 嗯 就是说 呃 取电的这么一个盒 对 呃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有两个这个12伏的这个 点烟器的插口 嗯 冰箱啊 包括一些小的 这个12伏的汽车的这个器具啊 都是可以用在这个取电 嗯 然后DC 有一些老式的灯的接口是DC的 嗯 然后还有两个USB2.4A的充电接口 嗯 两个QC3.0的接口 嗯 还有Type-C的两个接口 嗯 那这个呢 相对于来讲就是比较简易的一个solution 嗯 我未必以后永远都会是这样 嗯 但是呢 它对于我来讲是前期一个成本比较低 而且呢 又是呃 满足我目前的所有的需求 嗯 相对比较简单 同时看起来又不难看 对 觉得很好看 很方便的一个 然后它跟前面那个线连的时候用的是哪个接口 是Anderson接口 对 是就一条很简单 一条Anderson的线进来 嗯 你看这个东西其实很有很有意思啊 它是一个slide-on的一个设置 往上 哎 slide-on 滑下来 哎 这个呢 是这个固定的 这个是Anderson的这个线 这是从这个座舱里面 嗯 引过来的一条供电的Anderson的接口 嗯 然后呢 它插到这个灰色的这个Anderson的这个供电接口 嗯 那么这个东西呢 是我正好我有一个fridge嘛 fridge cage 我把这个它后面这个自带的这个这个滑块呢 给它装在四个螺丝 装在这个位置了 嗯 打了几个孔 装在这个位置 这样的话呢 它背后是有一个滑块的 嗯 我就把它直行 这样滑上来 嗯 滑上来呢 然后呢 比如说这是我的冰箱 那我冰箱 我需要使用的时候 我就随时插进来 嗯 啊 这个方面透露花了多少钱了 这个 这个其实不贵 这个也就是一百 一百二到一百四之间吧 一百多块钱 嗯 这个不贵 这个很 可以说很便宜 而且 未来你如果有 想要做更复杂的改装 或者说是它不再 不再适合你的需求了 嗯 你想换 这个都非常 成本很低 嗯 大家好 那个本期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那如果你觉得 这节目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请别忘了给我们点一个赞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拜拜